在城市轨道建设的领域,中国越来越熟悉世界,世界也越来越认可中国。 穆尼拉,一位苏丹籍的小姑娘,曾在中央财经大学留学五年, 现在就职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捷运工程项目部,每次乘坐中国建造的地铁。 她都感到无比骄傲。 好多人问我你们公司干什么工作,说MRT,你不知道我是我们公司的干的,所以很自好。 中国城轨建设走出国门的步伐不断加快。 在越南河内,这座千年古城,每天都有大量的摩托车行驶在道路上。 城市化进城的不断加快,让这座近八百万人口的文化古城,交通压力不断加剧。 一望无际的摩托车长河造成的尾气污染,让当地民众恐怖堪言。 我们还知道 Hà Nội是一个土地的大量,人数大量,有很多大量的摩托车。 我们也认为,如果没有车车,物贷有大量的摩托车,就不能够解决的摩托车。 我们还没有经验。 2018年9月20日,吉林轻轨的开通,改变了这一切。 吉林河东县是越南的第一条轻轨,是由中国公司承建的大型民生项目工程。 这条轻轨使用的是中国装备,中国标准。 这条线路,也成为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规划对接的示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在稳步走出国门。 所到之处,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打开了当地人民对中国认识的窗口。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框架下,巴基斯坦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拉荷尔轨道交通城线,顺利建成。 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签约的基础建设项目,是中巴全天候有益的象征,也是中巴城轨建设合作的典范。 巴基斯坦这个项目,它是位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荷尔。 然后它是这个庞泽普省的这个省会,按我们中国的标准叫轻轨。 然后这条线路它目前来讲是采用我们中国的标准,中国的规范。 那么它是非常好建议。 它是很好的建议。 它是一个厉害的地方的地方。 因为它是很高的地方,它是很高的地方,它是很高的地方, 它是很高的地方,它是很高的地方, 人们都要等待在路上的地方, 中国乘轨建设正在加快与世界联通的速度 与中国乘轨建设一同走出国门的 还有中国的列车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摇篮 经过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铁路客车和城市轨道车辆研发 制造和出口基地 中国的乘轨建设企业不仅走进世界高端市场 而且落地生根 中国的产品也告别了靠廉价赢得市场的年代 从拼价格转变为拼技术拼品质 随着中国产品走出去 我们现在的产品满足的标准 都是满足符合国际的标准 在美国波士顿红色线和橙色线地铁车辆出口项目 印证了中国制造出色的设计能力 在波士顿地铁现行线路上 有一座百年老桥 经过测算 这座见证了波士顿城市发展的地标性桥梁 承载能力有限 因此列车重量成为招标中的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参数 多家国际轨道车辆制造商 就是因为无法减轻车身重量 被拒之门外 中车常客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潜心研究 反复试验 在方案规划 结构设计 材料选行 空间优化等方面 运用八十余项减重举措 最终减重1.8吨 将车身重量控制在33吨左右 从而一举中标 当美国马萨诸塞州交通局采购总监 波尔卡里坐上常客制造的地铁时 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如今 中车常客制造的九千余辆列车 每天行驶在二十多个国家的大地上 成为世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里的新兴力量 非洲 一片神秘又富饶的土地 半个世纪前 一条铁轨拉开了中坦中在友谊的序幕 坦赞铁路 成在着非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经过半个世纪风霜洗礼 坦赞铁路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密 而中非人民有益的篇章 交给了面貌一新的城市轨道 去继续书写 亚地茨亚贝巴 作为非盟总部所在地 是非洲的政治中心 近年来 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交通所承受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在这个背景下 非洲的第一条轻轨 应运而生 这条城轨是中国承建的 非洲大陆首条现代化城市轻轨 这是一群正在中国参加培训的 非洲地铁员工 他们将承担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地斯亚贝巴城市轻轨的 运营和管理 之前,因为有问题的承担 人们被关注于亚地下车的 运营和管理 现在,因为运营和管理 人们在运营和管理 人们在运营和管理 有一些小村子像宾、达马、沈对达邸都市里,在所有地区域上,人们修改地移民自联ado大厅的区域上至尢铮,因而是空地区域上的行 recht, 很简单的密码区域上的密码区域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